小寶寶全身包緊緊睡得香甜 爸爸媽媽寵溺的眼神 離不開寶貝身上 很難想像越來越多年輕人 不想生小孩 都會張嘴巴要養 肯定是要 而且現在人應該 不太敢生小孩 因為其實房子已經買不起了 還要養小孩 還要買車什麼 我個人還是屬於一種 單身主義者吧 先過好自己再說 根據內政部統計 2024年2月新生人口 只有9000多名 是否龍年今年2月 還有29號多一天 新生兒數量 卻比去年2月還要少450名 就讓婦產客一時直呼 台灣生日率低得可怕 如果連2月份龍年 而且2月份是29天 多一天 都沒有增加到達1萬以上 那很可能在9月10月 也沒有到達1萬以上的機會 所以今年很可能 在12萬到13萬中間 甚至有可能 比12萬更少 那個就是一個天大的 一個可怕的事情 近5年來台灣新生人數 逐年降低 從2018年的18萬名 到去年的13.5萬名 今年恐怕還會創新低 婦產客醫師指出政府要救除生率 相關福利還要在家加油 第一胎已經讓雙薪家庭的年輕的父母親 已經非常煩惱了 再生第二胎幾乎沒有人敢 小孩生完之後 兩歲之內 那這種全勤的照顧 那在我們職業婦女是不可能 所以只有政府補助 現行政府祭出的月經貼 0到6歲第一胎5000元 第二胎6000元 第三胎7000元 對爸爸媽媽來說 補小補 但面對環境物價房價高漲的時代 相關補助指示杯水車信 民視新聞李萬公中藝 台北報導